5月3日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歡迎菲律賓總統馬克思到五角大樓時 承諾將堅定地保衛菲律賓 奧斯汀說 正如拜登總統明確表示的那樣 我們對保衛菲律賓的承諾是堅定不移的 讓我再次聲明我們的共同防禦條約適合於在太平洋 包括中國南海的任何地方 對我們的武裝部隊 海岸警衛隊船隻 公共船隻或飛機的武裝攻擊 奧斯汀發表上述言論之際 美國重申其在面對中國海警在南海的騷擾時 支持菲律賓的承諾 菲律賓和美國5月1日重申了他們數十年的安全同盟關係 此行標誌著兩國關係的戲劇性轉變 因為兩國都在尋求方法來抵制中國在臺灣和中國南海的強硬態度 在杜特爾特的領導下 馬克思的反美前任總統在公開指責華盛頓的同時 試圖討好中國 兩國關係因此惡化